小卧室别再把床放中间了 这个卧室不到8平米 以前习惯中间放床 衣柜都无处安放 只有去掉一边床头柜 再把床靠窗 才能勉强放下一柜 但角落柜门打不开 床尾过道也很窄 想放张书桌 椅子都放不下 飘窗也沦为杂物堆 白白浪费了空间 试试这样做 1.连接飘窗坐箱式床 搭配上帆式排骨架 大件杂物好收纳 窗边做一排矮柜 增加收纳空间 还满满安全感 2.床头柜子分上下 上翻柜收纳日常杂物 台面替代床头柜 吊柜收纳换季衣物 3.床边做半壶造型 卧室做动景分区 舒适度大大提升 4.靠墙到顶大衣柜 满足日常收纳需求 延伸悬空大书桌 学习写作更轻松 侧边搭配小书柜 书籍资料顺手拿 5.旁边做个小台阶 既增加收纳空间 还方便日常上下 最后床尾装投影 躺着追剧更放松